大家常常用 来问我就是 讲到女人的角度 女人的世界 我的确就是个女人 可是我在戏里面 我还会用很多关于 讲到男人的心态 其实大家都有份爱 可是大家都把爱 放得比较自私 那就很难相爱相亲 每个人做每件事情 都有它不同的一个风格 有些男人拍女人 也拍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真心希望大家不要看戏 自己看得太狭窄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更多一点 看得更大一点 念念里面到底有很多的 所谓的很多东西 是心灵上的一种寻找 那种东西其实是蛮不真实的 所以那种的表达方式 跟现在这样子 扎扎实实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 是不太一样的 虽然那份感情 那份爱都还是在心里 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一种对感情的一种渴望 两个故事都不是我自己的原创 念念是来自一个日本的小男孩 日本男生他住在台湾 住了一段日子 他写的一个故事 给我一个蛮大的感动 我想去拍这个故事 相爱相亲是来自于 成都的一个女神 她家里的故事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还没说进来呢 进来 进来啊 这个故事也让我看到了 很多的空间 可以再去 去发展很多 我认为是因为 这个环境跟社会的变迁 而引发出来的一件事情 你还记得回家啊 你不讲清楚的话 你出去回去拜会来 我什么时候说 我要跟外公合葬 大人的事情 你就少插手 我的事也请你 以后不要再管了 不一定是 只是单单说 表示他们的隔阂 我反而想讲 就是他们真的是 共同有的东西 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有份爱 可是大家都把爱 放得比较自私 因为从一个自私的角度去 与别人相处的话 那就很难相爱相亲 如果今天把这份自私 放开的话 那其实就是比较简单 每一部电影都有 它自己的一个角度 跟变化 那你说每个年纪 会不会有什么的 不同的情绪 跟不同的解读的方式 那必然有一些了 它是完全不同的 触发点的东西 而且那个是 真的是讲城市的一些 比较复杂的 环境中的一些女人 真的不是单单 就是一个爱情 如果说大家只看到爱情的话 就太单薄了 一定要适合 不愿意找一些人 来做一些不适合的事 乃查来演这个角色 是因为我觉得 我想到她 我觉得说 她一定会很高兴来演这个 果然她开心得不得了 那雪剑老师 是因为真的是老朋友 那来探班之鱼 她就说 那有没有我的角色呢 那王主任老师 其实我以前真的不认识 王主任老师 我知道她是一个 了不起的演员 她来的时候 她也是觉得 她说她的医生 很开心 她最想做到的事情 就是跟田壮壮老师 在同一个镜头出现 之前有来演习 可是没有真正是 做幕后的工作 我反而觉得我这次做的 我还挺高兴的 我们用的是比较小编制的团队 他们非常非常的快乐 合作得非常好 大家常常用来问我 就是讲到女人的角度 女人的事情 我的确就是个女人 可是我还会用很多 关于讲到男人的心态 这些东西并没有 因为我是女人 而不去关心 不去关怀 女人做导演 或者女人做了一些事情 这个职位是不适合女人做的呢 真心希望大家不要把 看戏看得太狭窄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 看得更多一点 看得更大一点 假张科跟田壮壮也不同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做每件事情 都有它不同的一个风格 有些男人拍女人 也拍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为什么会有所谓 看电影有同感 就是因为 你可能跟她 你投射 你把自己很多东西 看到在上面表达的东西 感受到了 而你有共鸣了 很多在到这个年纪的人 都会心里有的 某一种的一个状态 心里生理都有的状态 我该做什么时候 我就要知道 哪一个东西是最优先要做的 所以当我孩子没有太大的时候 我孩子没有 大学还没毕业之前 我都是以家为重 所以那时候产品比较少 都慢慢一步一步 两年一步 三年一步 这样慢慢做 可是现在还大了 那我年纪 能够再做 这样子的工作的年纪 可能也是越来越短了 所以我就很急急忙忙地 拼命地做 也不知道能做多久 可是就是尽力而为了 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在这几年的今晚 我觉得他受到所有华语电影的朋友的支持 是越来越热烈 来自于他的公信度 包括了念念入围 也没得什么奖 大家就说 哇 这实在是 简直不敢相信 主席都没拿奖 这种尊重评审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路都维持得 非常非常的确定的 明确的一个走法 我觉得我希望得到 做到的也是 我们对电影 这一门艺术 这一门文化的尊重 跟电影对电影人的尊重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外来的 或者是我们本地的 或者是台湾的 每个地方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感觉到 我们自己人对自己人 有的时候是不尊重的 所以这一点我在 从第一天我当主席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说 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我们要对所有的电影人 既然他们入围 既然他们来参与 我们就要对他们表示尊重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对 电影人的家属 也要做尊重 所以在这几年 我们都希望他们西班参加 做创作的朋友 我还买有一本书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可以可以看的 就是David Lynch 他的一本书叫做 Catching the Big Fish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看过 可是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 因为它里面有讲到 很多人怎么样在安静下来 把心静下来的时候 能够得到的一份很大的 一个正面的能量 可以启发很多的灵感 电影就请大家来看 《相爱相亲》吧 我自己肯定是要出去 如你再是最好 我都不想去 你还了多少钱啊 你问我要去江河啊 我去江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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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要去江河啊 我去江河啊 我去江河啊 McCown clay河的城 感谢观看